李慧琼就是日版 是一個很荒蕩的皇后 她在那區二十年 我希望所有的選民都會珍惜她手中的一票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投又行,不投又行 大家可能在過去四個多月的抗爭裏面 感覺到悲傷、憤慨、睡不著 我希望香港的選民用你的選票 令到林鄭月娥睡不著 令到李慧琼睡不著 令到這個建制派噴不著 這一天是會發生的 這一天就是區議會的投票日 我知道建制派不想面對這場抗爭 所以他們提倡不如不要選 我在這正式跟林鄭月娥說 想都不要想 如果任鄭月娥是DQ候選人 或者是不舉行區議會的選舉的時候 那他還有什麼資格說 是依法治港 還有什麼資格說止暴制亂 我想在這裏說 很多人都很憤怒 所以有裝修 保皇黨的區議員的辦事處 我跟大家說 不用裝修 我們要他倒閉 要他們搬走 不用裝修了 不要給他們 各位記住 無需裝修 要他閉留 我有400%的信心 香港人是會用選票去表達 他對於這個反送中運動 和之後的抗爭的民意 希望大家能夠不分黨派 互相支持 用選票 將香港的民意顯露出來 香港人 反共